我再次回到A市,江念川成了金圈有名的佛子。 他妈妈崇津求孙,只要能和他生下孩子,一个孩子奖励一亿。 我看了看身边缩小版的江念川,敲响江家大门。 阿姨,三年前就生好的算吗? 去江家的路上,絮絮迷茫地望着窗外。 妈妈,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我摸了摸他的头,妈妈带你去看望奶奶好不好? 这孩子打小就乖,从断奶起就跟着我游山玩水,要不是还没戒掉的时候,就会给自己收拾行李了。 到了江家,我把絮絮推到江念川妈妈面前。 阿姨,三年前生的还算数吗? 江念川妈妈见到絮絮如获至宝,抱在手里爱不释手。 乖孙孙,快给奶奶亲一口。 我在一旁善意提醒,阿姨,要不我们先做个亲子鉴定吧? 用不着,这小鼻子小眼,一看就是我们江家泄脉。 王嫂,打电话叫那个不孝子回来,陪我孙子吃饭。 我最后看了一眼絮絮,恋恋不舍道,阿姨,我先走了,以后每个周末我都会来看孩子。 还没走出江家大门,余额里就多出了一大串铃。 叙叙,你也别怪妈妈麦子求富。 等你成了富三代,挥挥手就能得到别人一辈子也得不到的资源时,你就会懂得妈妈的用心良苦。 林小姐请留步。 王嫂追了出来,你走后,小少爷一直在哭,太太说让你先住下,等小少爷适应了再搬走。 如果可以,我这辈子也不想再见到江念川,因为我只是他养在身边姐闷的金丝雀。 我三年的青春都困在他的公寓里,做他见不得光的情人。 他第一次带我参加京圈聚会的那天,苏欣婉回国了。 因为没见过世面,在那群千金小姐中,我显得十分不合群。 而苏欣婉是他们中最美,气质最好的一个。 听说他们是青梅竹马,双方家长都认可的结婚对象。 如果不是苏欣婉出国学艺术,江念川怎么会看得上我? 我早就被磨平的自尊心,在看到苏欣婉后又开始作祟。 不就是出国吗? 谁不会是的。 我连夜收拾行李,却在机场的厕所测出了两道杠。 不得不放弃出国计划,去海边租了个小屋住下。 后来叙叙出声,我告诉他,他爸爸是一个渔民,出海捕鱼了,等他长大了就回来。 饭桌上,父子俩的初次相见,着实有点尴尬。 大眼瞪小眼,最后还得靠我儿子来破冰。 我妈妈说你出海打鱼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嗯,不愧是我儿子。 江念川促着眉,冷峻的眉眼里,看不出情绪。 你妈呢? 我善善地从角落里走出来。 我在这儿呢,好久不见。 他重重地把筷子摔在桌上。 林锦轩,真有你的。 说完,转身上了楼。 阿姨端着汤从厨房出来,瞥了一眼江念川的背影,就开始给叙叙盛汤。 阿姨,念川好像不想看到我,要不我先回去吧。 他直接把我往椅子上岸。 别管他,他这个人就这样,都别扭三年了。 来,我的乖孙孙,奶奶给你掰个大鸡腿。 把嘻嘻哄睡后,我去厨房倒水喝。 碰到了在煮面堤江念川。 谁叫他晚上不吃饭,饿了吧。 不过他这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是什么时候学会煮面堤呢? 以前他喝醉了回家,总是会缠着我煮一碗西红柿淡面,吃完了才肯睡。 我离开的时候还在担心苏欣碗不会煮,他以后就吃不到了。 他注意到我的动静,头也不抬地问我,我煮了面,一起吃点吗?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之间的默契还在,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好,我们在餐厅里吃面,只开了廊灯。 昏暗的氛围,不至于让彼此那么尴尬。 叙叙读书了吗? 快了,我打算让他下半年去读小班。 他突然停下筷子,看着我。 你难道没想过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吗? 什么意思? 我们结婚吧,孩子需要妈妈。 孩子确实需要妈妈,将夫人的位置如果我不站着,自然有人争着抢着上。 叙叙那么乖,那么懂事,就像是我生命里的天使,我无法想象有一天他喊别人妈妈,我会是怎样的心情。 如果你想清楚了,明天八点带上户口本载车库等我,我们开车去民政局把证领了。 我和江念川把证领了,除了我们俩,谁也不知道。 新婚第一晚,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以前常去的那家酒吧。 我在给叙叙念睡前故事时,电话响了。 是江念川打来的,接通后,对面一片嘈杂。 我靠,真有人接。 你拿江哥的手机乱打电话,不怕他醒了抽你。 江哥给这个女的备注老婆,你难道就不好奇? 我打断他们,喂,有什么事吗? 嫂子好,我是江哥的兄弟,他现在喝醉了,要不你把他接回去? 好,麻烦你们照顾他一下,我马上就到。 我赶到望川酒吧门口时,苏新婉也正好从车上下来。 他看到我有些吃惊。 林锦轩,你怎么会在这儿? 江念川喝醉了,我来接他回家。 他把头发挽到耳后,露出精致的妆容。 不可能,念川明明是叫我来接。 我们同时推开包间的大门,全场瞬间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 江念川坐在沙发中间,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开门后,灌进的凉风吹得他不得不睁开眼。 不知他是看到了谁,脸颊悬起两个梨窝。 你终于来了。 苏新婉动作很快,一眨眼就窜到了他身边。 念川,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你久等了。 江念川站都站不稳,全靠苏新婉扶着。 没事,还不算晚,我等得起。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江念川选择了苏新婉,周围人同情的目光,密不透风,闷得我喘不过气来。 刚想转身离开,又想到了叙叙。 今晚讲睡前故事时,我问他的愿望是什么? 他说,我希望爸爸妈妈永远陪在我身边。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离开。 为了我宰的愿望,我也要争上一阵。 我拉过江念川空着的另一只手,不由分说,就把他往外拽。 走,我带你回家。 唉,你干什么? 你刚刚没听到吗? 念川等的明明是我。 就在两女争一男的戏马愈演愈烈时,一个红色的本子从江念川口袋里掉了出来,被手机眼快的吃瓜群众捡起。 我靠,结婚证。 谁的谁的? 江念川和林锦轩。 姜哥牛啊? 不可能,给我看看。 苏新婉突然松手去抢结婚证,江念川一头栽进我怀里。 在拿到结婚证后,他沉默了,其他人也不敢大声喧哗,只能在底下小声议论。 完了,我从小科到大的,CP在我眼前逼了。 姜哥不是号称金圈佛子吗? 一夜之间还俗了,你还没发现吗? 林锦轩就是姜哥三年前养的那只金丝雀。 唉,青梅还是败给了天降。 我看不见得,谁会在新婚第一天,有家不回,跑到酒吧来喝酒? 对。 苏新婉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念川一定是被迫和这女的结婚的。 他把结婚证丢掉,跑过来咬我怀里的江念川。 念川,念川,你说句话呀,江念川都快被他摇吐了,终于再次睁开眼。 突然面对大家身居一躬。 谢谢,谢谢各位来参加我的婚礼。 大家的祝福我都收到了。 他指着墙上的大屏幕,怎么不把我老婆孩子的照片放上去?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手机里有我老婆和孩子的照片,麻烦大家传阅一下。 是不是很可爱? 就这样,在场所有人都接过手机,看到了我和叙叙的照片。 除了崩溃大哭,落荒而逃的苏新婉, 生活里的反转总是在人意料之外。 就像我怎么也想不到,江念川这次会选择我,因为三年前,他选的是苏新婉。 那天是我生日,我做好长寿面,在家里等他时,接到秘书的电话,说他临时出差不回来了。 看着桌上已经不冒热气的面条,我也懒得热了,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这时,我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 精华酒店,1826,不来你会后悔的。 纠结一阵后,我还是去了。 在酒店门口,我先后见到了两个熟人,江念川和苏新婉。 我还以为是给我一千万我,让我离开他儿子呢,没想到是让我来捉奸的。 真没意思。 江念川喜欢苏新婉,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我花32块钱打车费。 我以为我能做到毫不在意的。 但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最后花3200元买了一张出国的机票。 话说回来,那张机票最后因为怀孕没去成,也没退,白白浪费了3200元。 每次想起都很心痛,导致我没看清侧方来车。 一个急刹车,后排江念川的头狠狠撞到我的椅背上。 他以为发生了车祸,一直问我,叙叙呢? 孩子有没有事? 但凡他少喝两口,也能看清车子里根本没孩子。 我被他问得有些烦了,心中所想,直接从嘴里溜出来。 就知道孩子,你难道一点不担心你老婆吗? 刚说完,我就后悔了。 我怎么能自称是他老婆,这也太羞耻了。 我的意思是,孩子已经睡着了,他很安全,你放心吧。 时间从密闭的车内流走,后排再没有声响。 我缓慢地回头,对上一双明目。 江念川眸光微闪,那一刻, 他眼底似有心河流转。 叙叙是我和他之间唯一的纽带,我很爱这个家, 我会保护好他们的。 声音虽然飘忽不定,但神情却很专注。 我笑了笑,尽力把车开吻。 今后的人生,我也会尽力承担起作为叙叙母亲的责任。 第二天起来时已经是中午,保姆带着叙叙在花园晚。 看着冷清的豪宅,我差点忘了。 今天是我新婚第二天, 刚打算把午饭端到房间里吃,身后传来熟人的声音。 去哪儿? 江念川从厨房走出来,脸上褪去了昨晚的红韵, 清冷的眼尾上挑,不需要多大的声音, 自带的压迫感就能把我钉在原地。 我乖乖解释,我不太习惯在餐厅,想端到房间吃。 你在自己家也是在卧室吃饭吗? 不是。 他敲了敲桌面,难道这里不是你家吗? 我低头没说话,托盘在手里越来越沉。 有些端不住时,听到他似有似无般叹了口气, 坐过来吧,我有事和你说。 三年前,我作为江念川的金丝雀,陪他吃过不少饭。 但这次,我倒真像那新嫁娘,矜持扭捏起来。 我帮叙叙找了几家不错的幼儿园, 打算下午去看看,你陪我一起吧。 我慢吞吞地扒着碗里的白米饭,窃窃地点头。 我都行。 江念川找的一家私立贵族幼儿园, 老实态度堪比海底捞, 续续在里面玩得都不愿意走。 园长一脸微笑地向我们介绍园里各种设施。 除了学费,确实挑不出任何毛病。 不过,学费也不用我交。 我给江念川使了个隐色,就这家吧。 行。 他面无表情地去缴费。 我在操场守着叙叙, 看到门口停了一辆粉色的宝石节, 和苏星婉开去酒吧的那辆一模一样。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他怎么会在这里? 江念川回来时, 苏星婉明晃晃走在他身旁。 不知道在讲什么, 他们脸上都带着笑。 走近后,苏星婉直接掠过我, 热络地喊叙叙。 孩子天真, 看到爸爸和他手里的乐高, 直接就跑了过去。 江念川把孩子抱起来, 他毫不见外地上手摸叙叙的头。 夕阳下, 他们倒像是一家人。 看到这一幕, 我心里像是打翻了一缸酸菜, 脑子里却是流汗黄豆的表情包。 真让人吓头。 苏星婉那双眼无数次掠过我后, 终于看到了我这个活生生的人。 轩轩, 你怎么在这儿? 他的演技实在是太好了, 我差点接不住。 我带我儿子来看幼儿园。 雨碧, 气氛有些尴尬, 但丝毫不影响苏星婉握着絮絮的手, 笑得一脸灿烂。 放心吧, 这幼儿园是我朋友开的, 今天早上, 我跟念川提了一嘴, 没想到你们下午就来了。 我也没想到, 你昨天哭得那么伤心, 今天还笑得出来。 中午本来就没吃几口饭, 一生气, 肚子就咕噜噜地叫。 江念川把絮絮放下来, 牵起我的手。 走吧, 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咽了咽口水, 竟然从他的话里听出了几分宠溺。 苏星婉见状, 勾了勾尔后的发丝, 从容不迫地蹲下来, 与絮絮平视。 我知道这附近开了一家不错的儿童餐厅, 要不我们带絮絮去尝尝。 太阳起头, 朝着江念川甜甜一笑, 念川, 你说呢? 我太了解我宰了, 从小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美食的诱惑对他来说无法抵抗。 在口水流到地上之前, 我把絮絮拉到身后。 不必了, 我儿子从小就跟着我, 我吃什么, 他吃什么。 他愣了一下, 随即站起来理了礼仪群。 萱萱姐, 你也是当妈的人了, 怎么能这么马虎, 小孩子吃的东西必须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 都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这哪能忍, 我扯开嗓子, 我怎么养儿子, 还轮不到你个外人来说。 江念川也感受到了现场一触即发的火药味, 主动把我的手挽上他的胳膊, 抿唇笑了下。 我们家都是听妈妈的, 他把絮絮养得很好。 虽然江念川是向着我的, 但我吃晚饭时, 总觉得心里憋了一股气, 都怪他, 谁叫他这段时间对我的态度那么好, 搞得我现在什么飞醋都吃。 萱萱, 怎么不加菜, 是有什么心事吗? 啊, 我末地回神, 才发现自己已经吃了半碗白米饭。 没, 没有, 我能有什么心事。 我尴尬地笑着, 随手夹的鱼块掉到桌上, 心里一慌, 夹碎了也没夹起来。 江念川重新夹了一块, 放到我碗里, 声音不自觉地放柔, 今天一整天你都心不在焉, 是我在你旁边, 让你感到有压力吗? 我摇了摇头, 看着他的眼睛, 我只是觉得苏新婉给你介绍了幼儿园, 你应该提前和我说一声, 毕竟我才是叙叙的妈妈。 沉默片刻后, 他一开视线, 抱歉, 是我没有调查清楚, 给你造成了困扰, 他早上对我发的消息我没看, 这个幼儿园是另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 是这样吗? 可是他们今天走过来的时候, 明明有说有笑来着。 闺蜜怎么说来着? 男人的话, 最多信三分。 哦, 我撇撇嘴, 继续挑鱼刺。 正当我以为这件事就要过去时, 江念川的声音再次传来, 这次不仅温柔, 还带着说不清的暧昧。 你是不是看到了, 我对他笑就生气了? 那是因为他助我新婚快乐, 我想到了你, 才忍不住笑的。 我脸上一阵滚烫, 刚猛扒两口饭, 又想到鱼刺还没挑干净, 全都吐了出来, 咳得很剧烈。 他手忙脚乱地帮我拍背, 怎么了? 是不是卡到了? 我接过他的杯子喝了口水, 才缓过来。 续续在一旁幸灾乐祸, 妈妈, 你的脸好像西红柿, 好红啊。 江念川把他抱到腿上, 神情严肃, 刚刚妈妈的情况很危险, 我们是男子汉, 以后要一起保护妈妈, 好不好? 续续搭拉着小脑袋点点头, 我知道了, 可妈妈以前跟我说, 他是不需要王子的公主, 有我保护就够了。 他抬眸看了我一眼, 深情款款地说, 傻孩子, 现在爸爸回来了, 妈妈以后也是爸爸的公主。 我感觉我的脸已经快烧起来了。 傻仔, 你妈现在坠入爱河了, 做梦都想被王子吻醒。 晚上给续续讲睡前故事时, 我抓住机会给自己谋福利。 续续, 你想不想爸爸也来陪你睡觉啊? 爸爸唱的催眠曲比妈妈好听多了, 爸爸还会讲好多故事。 续续翻了个身, 用后脑勺对着我。 不要, 爸爸每次和我在一起, 都会问我好多问题, 烦死了。 我有些疑惑, 爸爸都问你什么了? 就, 妈妈今天开心吗? 妈妈去哪儿了? 还有, 妈妈喜不喜欢爸爸? 虽然没有亲耳听到江念川说, 但心里还是甜蜜蜜的。 我凑过去, 用鼻尖蹭了蹭续续的脸颊。 我的好续续, 快和妈妈说说, 爸爸还问问你什么? 她用被子把头蒙住。 问问问, 就知道问, 你们大人怎么都这么烦。 续续睡着后, 我轻手轻脚走出去, 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门口。 我的嘴角还来不及放下, 就对上江念川深邃的眼眸。 不得不说, 孩子他爸确实长得帅气。 因为刚从浴室出来, 丝绸睡衣只随意扣了两颗, 大片的胸肌露在外面, 发烧上还有没蒸发的水汽。 可惜灯太暗, 不知道他三年前的腹肌还在不在。 你饿了吗? 低哑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为什么一直咽口水? 我局促的脚趾抓地, 我,我有点渴, 我去帮你倒水。 不用, 我的心跳加速,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刚刚叙叙说想要一个妹妹, 你会给她吗? 江念川的无声回应, 每一秒都在折磨我。 我感觉我快碎了, 连尾音都在颤抖。 时候不早了, 我先回, 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腕, 指负轻轻摩擦, 声音微沉。 你的脉搏很快, 林锦轩, 你在撒谎。 他笃定的语气, 使我的大脑当机, 整个人定在他的目光里, 一动不动。 下一刻, 头被一只修长的大手托起, 视线也被剥夺, 唇上一片凉意。 江念川的攻势很猛, 我被逼到墙角, 在他的唇上咬了一下, 才得到喘息的机会。 他看到我羞愤的样子, 反倒笑了起来。 萱萱看着我, 你想要了, 是吗? 他把我的手按在腹肌上, 还带着轻喘。 只要你说想, 我就给你。 我咬住下唇, 深吸一口气, 声音微不可闻, 响。 他迅速抱起我, 往房间走, 我的视线正好落在他微动的喉结上。 生过孩子, 体力终究是不如从前, 腿足足抖了三天。 自从那晚, 我和江念川的关系,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比如, 他搬到了我的房间, 说是为了方便我想, 可我腿间到现在都隐隐作痛, 哪敢想。 所以, 秘书打电话, 说他回不来时, 我忍不住笑出声。 不用交作业的日子, 就是爽。 我直接带上闺蜜, 去泡温泉。 所以说, 你连着拒绝了你老公三天, 今天他干脆不回来了。 可以这么说, 闻言, 闺蜜往我这边靠过来, 男人在家里吃不饱, 你猜, 他们会去哪儿吃? 我听完笑了起来, 不能够。 江念川不可能干这种事, 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连我自己也听不见。 闺蜜勾了勾唇脚, 我还以为你忘了三年前的精华酒店呢。 当然没忘, 那天我看到江念川和苏星婉 前后脚进入酒店, 我在雾气里把头埋下去。 如果我现在告诉闺蜜, 我爱上同一个渣男两次, 他一定会把我的头按进温泉池里的。 他见我窝囊的样子, 摇了摇头。 你难道不想知道, 他今晚去干什么了吗? 我摇头又点头, 我应该怎么做, 直接问他吗? 他无语地弹了下我的脑门, 把手机拿出来, 打给苏星婉。 我犹豫了半分钟才打出去的电话, 一秒就被接通了。 苏星婉像是在洗澡, 周围水声很大。 苏星婉, 你这么晚打给我, 是找念川有什么急事吗? 我按照闺蜜的口型说, 叙叙有点不舒服, 江念川是在你那儿吗? 他喝醉了, 是助理把他送过来的, 等他醒了, 我就让他回去看孩子。 我能和他说句话吗? 行, 我现在就穿衣服, 把手机拿给他。 你老婆的电话, 我不接, 烦死了, 明明还在温泉里, 我的心却越来越凉。 闺蜜伸手帮我挂电话时, 眼泪正好滴在屏幕上。 好了好了, 他轻轻帮我失去眼泪, 下次注意点就行, 宁愿相信母猪会上树, 也别相信男人会变好。 晚上睡觉前, 我把江念川的备注 由叙叙霸改为大猪蹄子, 看到他给我发的晚安, 也很下心没回。 江念川回来时, 我和他妈妈在餐厅吃饭, 他的心情似乎不错, 把西装外套搭到椅背上, 在我旁边坐下。 阿姨瞟了我们俩一眼, 淡淡道, 我看最近叙叙适应的也差不多了, 念川, 你给萱萱在市中心置办套房子, 他一直住在我们家也不方便。 我抢在江念川前开口, 谢谢阿姨体谅, 这里确实不太方便, 我原本也打算这两天搬出去。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眉头紧簇。 林锦萱, 你什么意思? 我笑了笑, 谢谢江先生这段时间的照顾。 他用手按了按眉心, 眸光微脸, 脸色一下沉了下去。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江太太? 一句话, 把他妈妈惊得连筷子都掉到地上。 儿子, 你刚刚说什么? 你们结婚啊。 什么时候领的证, 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和妈妈讲一句。 他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我, 除了愤怒, 眼底还有我看不懂的情绪。 你告诉咱妈我们哪一天领的证。 在她的威逼下, 我窃窃地开口, 啊, 阿姨, 就是来这里的第二天。 阿姨兴奋地拉过我的手, 就要把手腕上的镯子取了送给我。 还叫什么阿姨, 该喊妈了。 在我为难之际, 江念川牵起了我的另一只手, 导致我是男上加男, 声音只有蚊子大小。 虽然妈给的钱很多, 但我是个现代人, 实在是接受不了两女共事一副。 江念川愣住了, 把头凑过来。 你说什么? 他妈妈一巴掌拍在他脑壳上。 你个渣男, 妈都听懂了, 萱萱说你出轨了。 不可能。 他旋即摆摆手, 我就算出家, 也不会出轨。 阿姨拍了拍我的肩膀, 萱萱, 你也别怪妈替你老公说话, 念川这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自从你不告而别, 他折磨了自己三年, 妈看得怪心疼的。 所以,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江念川默默地在桌子底下, 扣紧我的食指。 妈, 你说这些干嘛? 阿姨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看着我干嘛? 还不跟你老婆解释解释? 她挑眉, 我能解释什么? 昨晚为了项母睡在公司, 她也没给我打一个电话关心一下。 看她一副受气小媳妇的样, 我不禁开始怀疑昨晚电话的真实性。 你说一句我不接, 烦死了。 她虽然困惑, 但还是照做了。 我不接, 烦死了。 说完, 她把头趴在我的腿上蹭来蹭去, 我人都是你的了, 你到底在怀疑什么? 可昨晚我听到的, 就是江念川的声音没错。 昨天晚上, 苏星婉在电话里跟我说你喝醉了在她家, 我还听到了你的声音。 她歪着脑袋, 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不可能, 我昨天根本没喝酒, 再说, 我跟她又不熟, 跑她家去干嘛。 阿姨率先反应过来, 指了指我桌上的手机。 你现在给苏星婉打一个, 就说念川还没回来。 电话接通, 甚至没等到我开口。 苏星婉的声音就从那头传来。 萱萱, 念川刚醒酒, 非要喝了我煮的鱼头汤才肯回去。 江念川躲过我的手机。 苏星婉, 你要不要脸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那点小心思, 我看在我们事儿事玩伴的份上, 才没跟你撕破脸。 念川, 念川, 你听我解释。 滚, 我还要跟我老婆解释。 江念川跟我解释着, 解释着, 就解释到床上去了。 凭借着最后残存的一丝理智, 我带着哭腔问她, 三年前的精华酒店, 你去那干嘛? 你说我去那干嘛? 她的动作越来越猛, 我只能发出几个支离破碎的阴姐。 我还不是为了在那儿向你求婚, 结果你不仅没来, 还收拾行李跑了。 我咬牙, 可我看到苏星婉也跟着去了。 她突然停下, 老师提她干嘛。 都说了, 我跟她不熟, 我哪知道她去干嘛。 不枉我耗费了半条命, 心里的结总算打开了。 早上起来的时候, 婆婆为我们做好了早饭, 她给我倒了一杯温牛奶, 眼含笑意地看着我, 我只觉得心里发怵, 难道昨晚的痕迹没遮盖好? 用手扶在脖子上尴尬地笑了笑, 妈, 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她摇摇头, 笑意不减, 妈就是觉得你和叙叙来了之后, 这个家里哪儿都变好了。 逆子, 听到没, 对你老婆好点, 江念川把咖啡放下, 不顾我的躲闪, 捏了捏我的脸。 妈, 快去陪你的宝贝孙子吧, 等他上幼儿园, 你又该念叨了。 那妈先上楼了, 萱萱, 你昨晚辛苦了, 多吃点。 这都什么虎狼之词。 我战术性地喝了一口牛奶, 猛咳起来, 嗨嗨。 江念川无奈地用手拍着我的背, 别装了, 妈都走远了。 吃完早饭后, 她说要给自己放一个婚嫁。 我们俩窝在沙发上看电影, 刚看到精彩处, 结果显示要冲会员, 才能看完整版。 我用手肘顶了顶她, 老公, 冲。 她把身子侧过来, 玩味地看着我, 江太太, 你现在可是身价过亿, 给你老公冲了会员, 也舍不得吗? 我心下一紧,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靠絮絮赚了一个亿。 她靠过来, 用鼻尖触碰我的鼻尖。 傻媳妇, 你猜那一个亿里有多少是我的钱? 所以, 从最开始, 这就是一个恋爱挠给一个财迷社的圈套。 好吧, 这个当我上的心甘情愿。 我们的婚礼上, 苏欣婉并没来, 只托人带了一个红包。 里面除了钱, 还有一封信, 念穿, 我从小就喜欢你, 出过留学前向你告白时, 你身边却突然多了一个不起眼的女人。 她处处不如我, 可你在提起她时, 声音都会不自觉地浅全。 起初, 我以为你只是一时兴起, 玩玩罢了, 直到我回国从朋友那听到, 你打算向她求婚? 我彻底慌了, 不能接受失去你的事实, 才会做下那些错事。 如果你能原谅我, 下个月我订婚, 你带着萱萱一起来吧。 我把新拍照发给了江念川, 苏欣婉下个月订婚, 你去吗? 她以为我生气了, 秒回。 老婆别搞我, 我真跟她不熟。 半个小时后, 她提着一个人来到我的化妆间, 还不快跟你嫂子说说, 你当年干的好事。 陌生男人, 汉手站在我面前。 嫂子, 对不起, 当年的那条短信我发错了, 江哥让我发的是精华酒店, 一千八百二十六。 亲爱的, 我在这儿等你。 我觉得这个太肉麻了, 不符合江哥的气场, 就擅自改成了不来你会后悔的。 我看了看她, 又看了看江念川, 重重地点头。 嗯, 我的确还是喜欢肉麻的。 晚上, 我果然听到了无数句情话, 其中一些用江念川清冷的嗓音念出, 简直犯规。 睡着后, 我梦到了声嘘嘘那天, 医生把我推出产房, 原本空无一人的走廊上, 我看到了江念川的身影。 他激动得跑过来握住我的手, 眼角闪着泪光。 是个男孩, 我当爸爸了。 那段我不敢回忆起的经历, 最终在梦里被江念川抚平。 人生很短, 遇见他已经花光了我所有运气。 半梦半醒间, 我感觉跌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如云朵般轻轻拖住我。 结婚的第二年, 我又怀孕了。 出产房时, 婆婆塞了一张卡到我手里。 你放心声, 我答应的是一定做到。 江念川握紧我的手, 哭着替我摇头。 我们不靠这个赚钱了, 老公有钱, 老公养你。 当梦里的场景与现实重叠, 酸楚与甜蜜交织, 我明白了感情里最重要的东西, 是信任。 其实, 他从最开始就想养我一辈子, 可我却把自己当成月文女主, 白月光的提身, 摸了摸手中的卡, 心中一下被填满。 嘿嘿, 我明明就是爽文女主嘛。